美国第二季度GDP预计下跌32.9% 中国经济总量是否能提前超越美国 美国又是否会通过对外战争来提振经济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要说这两天世界上最大的热点有哪些 那么美国公布其二季度GDP数据 一定算得上其中之一 这一次疫情对于美国的打击相当巨大 其二季度GDP按照年率计算 整整下滑了32.9% 可以说是整整下跌了三分之一 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就要数中国与美国 因此相当多的老铁都非常关心一件事 那就是中国的GDP是否能提前超越美国呢 这也不是胡思乱想 我国一季度的GDP为25万0110亿元人民币 约合3.57万亿美元 而美国一季度为5.26万亿美元 如果按照二季度美国GDP的下降幅度计算 其GDP约为3.53万亿美元 中国二季度GDP还真就超越了美国 然而虎哥在这里得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实际上美国的GDP数据并不是这么算的 事实上二季度美国GDP下滑32.9% 是按照年率来计算的 如果其统计方法和我国一致 那么第二季度美国GDP的下跌数据实际上是9.5% 按照其一季度的GDP来算 应该是4.76万亿美元 仍高于中国的3.57万亿美元 不过如果我国第三季度增长率保持现有水平的话 而美国三季度GDP仍然按照这一趋势下跌 那么中国还真就能在当季GDP上超越美国了 当然这个预测太过理想化 肯定会与实际存在偏差 而且即使中国GDP完全超越美国 我们也难以说我们的综合实力就超越美国成为天下第一了 美国在19世纪末GDP就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直到半个世纪后即二战结束后 才完全建立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霸权 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虎哥看来 大家与其关注我国GDP是否能超越美国 倒不如将关注点放在美国 是否会因为经济下跌严重而对外发动战争 这可不是虎哥耸人听闻 从历史上来看 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对外战争相关性非常大 通俗点来讲就是一旦美国经济萧条 随后发动对外战争 然后经济恢复再到经济萧条这样的循环 从1939年到2007年的美国经济周期和美国对外战争来看 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规律 就拿上世纪80年代末来说 在1987年全球股市暴跌 一直持续到了1991年 而就在当年美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 也是在这场战争中 美军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场 现代高科技状态下的作战模式 带给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极大的震撼 自此信息技术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美国作为90年代全球信息技术的领跑者 也因此在战后大发横财 随后在1998年 全球再一次迎来了金融危机 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头两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美国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过了不到两年 美国紧接着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此后美国经济虽然说没有迎来高速发展 但是也在随后的几年里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之后到了2008年 全球再一次迎来大规模经济危机 这一次美国经济同样也遭受重创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美国并没有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不过这可不是因为美国好心 或者是发动战争提振经济的法则不好用了 而是因为此时的美军还没有从此前的 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中抽出身来 与此同时 由于美军陷入了大规模治安战中 伤亡实在是太难看 因此其国内的反战呼声相当高涨 因此不管是哪个党派上台执政 都不敢随意对外发动战争 但是如今的2020年情况可大不一样了 本来这时候美国的经济就迎来了一个低谷 美国道琼斯指数连续数次跌到熔断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美国至今都还处在封锁状态 这一年内可能都缓不过来 开头虎哥也说过 如果第三第四季度 美国GDP仍然还按照现在的幅度持续下跌 很有可能会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而这也会给美元霸权带来极大的打击 这也是美国的根本 一旦美元霸权受到威胁 美国大概率就会通过一场对外战争 来重塑美国的经济 这也是美国的经济